儿子四岁时被人犯自拐走 时隔22年母子在见面时 儿子已是千万富翁 22年前 年仅四岁的刘金明随着父母来到福建做生意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一家人会在这里被分开 有一天母亲准备收摊的时候 有人突然捂住了他的嘴巴 然后迅速将他带上了一辆摩托车 而这个过程仅仅不到三分钟 从那一刻起 他与父母失散整整22年 如今26岁的刘金明已经是一名成功企业家 拥有两家浴室店铺和一家工作室 身家千万 尽管他在事业上取得了小有成就 但在他的心中一直有对亲生父母的思念 他想要找到他们 虽然当时只有四岁 刘金明依然记得自己被拐走那天 那段经历一直是他心头的热梦 但其他事情他已经记不太清 父亲的羊毛也已经忘了 并且自己失散的地点也想不起来了 只知道当时身处一个混乱的市场 自己跟着一个陌生人 随后就被带走了 死碎的他 当时心中只有害怕 他只记得后来到了莆田的一户人家 告诉他这就是他的父母 但他的心中只觉得这是自己的养父母 养父母对他很好 将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但他从哪里来的 当地人没有人愿意去说 可是幼小的刘金明始终明白 自己是被人拐带到这里的 在他有我两个孩子之后 他越发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个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因为成为父亲后 他更能理解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帖子 看能否寻找失散22年的亲生父母 但当时仅有四岁的刘金明 又能记得住什么呢 他模糊的记忆里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都市的 对于自己的父母 只有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 22年过去了 他是否能够找到亲人呢 几个月后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他打去了电话 在电话里 志愿者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湖南邵阳恩回县的邹奇秀女士 他也在寻找自己失踪了22年的儿子 从双方的描述中可以看到 两人所说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包括在市场内被人贩子拐走的经历 刘金明看着邹奇秀的照片 觉得他的五官样貌与自己并不太相符 但也无法确定这个女人是否是他的亲生母亲 刘金明表示 他头顶有两个发弦 这是相当稀少的特征 如果邹奇秀丢失的儿子也具备这一特点 那么就可以做下一步的鉴定了 为了确认这些细节 调解员决定亲自前往湖南邵阳 探访邹奇秀的家 寻找当年的线索 调解员看到了一位神情憔悴的妇女 这正是邹奇秀 他告诉调解员 在1994年10月17日 当时他和丈夫袁征权去福建谋生 夫妻两人在获田的体育广场上摆摊 快到中午的时候 他准备收摊带儿子回家吃饭 当他收好摊位时 他的儿子袁丹却不见了 这才短短的三分钟啊 孩子被拐走后 这个家不复往日的欢笑 邹奇秀和丈夫的生活变得绝望 他们包了紧 贴了寻人启事 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夫妻俩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 后来邹奇秀怀孕 并生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他便回到邵阳老家照顾孩子 而丈夫袁征权则留在福建 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 丈夫一边打工一边找儿子 常年的奔布老泪摧垮了他的身体 在2000年 袁征权被查出患有干爱 仅仅过去三个月 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随着岁月的流逝 袁丹的唯一照片也不幸丢失 现在唯一能与儿子有关的东西 就是两件儿时衣物 在这22年的煎熬 时常折磨着这位母亲 邹奇秀常常在半夜惊醒 这也导致她的精神被受折磨 当她看到刘金明的照片时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感觉找到了失踪22年的儿子 邹奇秀认为 刘金明的五官轮廓非常接近袁丹 和几个弟弟妹妹的照片对比 他们长得很像 但当她看到刘金明头上的两个发弦时 邹奇秀突然变得十分激动 不断说着这就是我的儿子 为了确认这是不是都是了22年的袁丹 双方进行了DNA验证 几天后 志愿者传来了喜讯 DNA的匹配结果显示 刘金明就是当年失踪的袁丹 听到这个消息 刘金明迅速整理行李 前往老家家人团聚 他的内心十分复杂 时隔22年 终于要再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在出发前 刘金明刻意去了一趟工作室 他要为22年没见的母亲准备一份礼物 他进行挑选并亲手制作了一个挂件 这是儿子送给母亲最真切的礼物 第二天 刘金明买了最早的一趟高铁票 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坐在高铁上 他的思绪万千 心情十分复杂 他一直在福建铺田长大 对出生地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他多么希望高铁能再快一点 好早点看到自己的故乡 从高铁下车后 刘金明的心情似乎变得轻松了许多 他是幸福的 因为现在已经踏上了故土 在出战口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 早已在这里等着了 刘金明对他们表示感谢 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无私帮助 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随后刘金明踏上去往绍阳的列车 而在绍阳的火车站 他的妹妹圆南正在这里迎接他的到来 在出战口 其他旅客都已经出战了 但各个刘金明却还没出来 圆南十分礼分着急 不停地四处张望 与此同时 当地的志愿者们 拉起了欢迎回家的横幅 欢迎这个李家22年的孩子回家 终于 兄妹俩在火车站相见了 虽然以前从未见过面 但血缘的联系让他们倍感亲切 兄妹俩立即赶往了家乡 因为他们知道 母亲仍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22年的分离 刘金明不会说家乡的方言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妹妹交流 而在另一边 邹奇秀早早地等在家门口 此刻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没人知道他这22年是怎么过来的 丈夫临终前那盼望的眼神他还记得 在22年后能够再次见到儿子 对他来说已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四个兄弟姐妹仅仅相拥 他们一家人终于团阅了 刘金明走在家乡的道路上 这一切是那么的舒坦 他迈不向这依旧未见的母亲走去 邹奇秀看到吵闹的人群 知道是儿子回来了 此刻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22年的思念 8000多个日日夜夜 这种思念早已化作无声的泪水 他激动地再也站不住了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那他去抱着你 别哭了 高兴的事情 你怎么哭了 我救命你打到你了 邹奇秀抱着儿子放声大哭 再次瘫倒在地 而刘金明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 22年了 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了 邹奇秀也含热泪 如今儿子已经长成了大人 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邹奇秀向儿子讲述当初走多的细节 那一天是这个家悲伤的转折点 接着 他拿出了儿子小时候的两件衣服 并且带着儿子走到了为他准备的房间 这个房间他一直为儿子留着 他坚信儿子终有一天会回来 在丈夫去世后 邹奇秀独自扛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 靠自己打工工三个孩子读书 还建造了新房 刘金明看着母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内心非常感动 虽然对眼前的家人和这个家没有太多的记忆 但看到他们 他的内心是无比踏实于快乐 接着刘金明拿出了为母亲准备已久的礼物 这是儿子对母亲的感激 刘金明给母亲说 自己的事业在福建 妻子和孩子也在福建 自己还会回到那边去 母亲可以一起过去 母亲表示自己去不了 因为弟弟妹妹还在老家读书 只要儿子偶尔回来看看 他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邹奇秀希望能带儿子回老屋一趟 那里是刘金明出生的地方 如今一家人都已经团圆 但是最遗憾的是 父亲无法看到这一切 风雨过后总有天晴 一切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在经历22年的失散后 这家人终于团聚 这个母亲和其伟大 丈夫离世后独自带大三个孩子 还修建了房子 并且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不能分心 要时刻保证孩子不离开自己的视线 愿天下无拐 所有的家庭都能团聚